专业不专业 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 有没有人要出火烤的串 这个是我 你看我和头像长一样 这个大油边看着可香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 我们这边呢 突然开了很多家那种 自助类型的烤串超市 我没有来吃过 但是特别特别的糊 我今天就来试一下 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地方是入口 这是出口 这还有收银 这还有个出口 这个调料区 来了先进那里选串 然后自助结账 结完账之后坐在外面吃 看到这儿写了9.7折 10.5折 然后11点是3折 天日晚上9点半 这不好他想忙了吗 这里我看先拿一个盆 这个是简咏 有没有人不敢吃啊 但是他真的挺好吃的 这虾是8块 看着挺合适的 牛肉来一把 羊肉串我的要凉吧 我可喜欢吃牛胸口了 有请提问 外地的朋友们知道啥是折磨人吗 有没有给弹幕简单一下的 我喜欢吃羊腰子 但是我怕我烤不好 这有羊鞭 我应该是不需要吃这个 来一把 去蒸 这个五花肉筋粘膜 这个是油鞭 这个是麻辣小排骨串 我喜欢吃烤鸡芹 再来一把这个嫩鸣肉 这边这都是素菜 烧烤素菜 必须得有这种干豆腐卷啊 那才叫有味儿 这个羊梅情人果是啥呀 我来一个 我选了满满一大盆 射死了 他这人太多了 桌上给你放个炉子 然后你选完这个串 你自己烤 我开始自己烤了 他这个羊肉串还蛮肥的 我感觉我烤得还挺好 我看烤串师傅都乐意这样的事儿的 烤串花师傅上线 来点烧烤料 来点孜然 有没有人要出国烤的串 我咋样 行我不能穿白衣服吃烤烤 我带着这个西装外套就花五十万 我觉得可好看了 还真好吃 还要拿调料 麻油面孜然 算算算算算 来吧 胸口 再牛肉 黑胡椒牛肉 咋样老铁 老铁烤的咋样 我叫你们老铁 或者叫你们铁子 你们觉得违和不违和呀 觉得违和 大个大名 这牛胸口烤的好成功啊我 这玩得一口吃仨才不赢 他一口咬下去咬的感觉还嫩 然后一口还爆油 他一种冒免的奶伤在里头 他这里人老多了 我真有点舌头了 我这舌头不是跟舌头戴着口径 我真恐惧的 太热了我把口罩扎起来 胖嘛 我扎起来是不是瘦了 舌头瘦了 说去瘦了啊 发发现什么了 我一欧前面一看我 两个月的硬币 我好尴尬呀 我一下全出来了 来点辣椒面 还是脂肪 我看我这手法 专业不专业 咋了 这身边有食欲 太行太行 老烧口了我现在 我看对面那个大哥 小姐娘一直瞅我 我想过去跟人家喝一杯 我还怕人吓着人家 我赶紧喝点鸭精小饮料 优雅 优雅至极 我也好想有一个 安妮 跟女儿 这是那青芒嘛 好酸酸 我看这件好火那个 沈阳大街 我现在这块 就在沈阳大街附近 朋友们你记住 来沈阳 来东美一定试这个烧烤啊 就沈阳大爷对烧烤 这个执着嘎嘎很 天然下雨 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路过一个烧烤店 这个大爷太牛了 就是也是这么一个小桌啊 打了一把小伞 坐雨中 配了三瓶酒 然后跟他吃烧烤 那店主跟他说 你要进屋吧 大爷不 就给我一把伞就好 就乘一个伞 在他喝酒吃烧烤 我看了那一幕我就是 深有感情 而且当时还是晚上 我就希望我以后啊 我也可以这么潇洒 我给大家整个粉博啊 女孩子嘛要文雅一点 她为什么进去了 这个大油边看着可香啊 超这油边真好吃 马上要吃一点 三折嘛 我感觉好多人是这个点过来的 这么好的后羊毛 我的脊椎 我也来了 哦 来碗串可能有的就都没了 来碗串的小嫩牛 这个挺好吃的 这个黑椒牛肉串也挺好吃 羊串没了 来个菜串 来串这个牛小腰 来串这个牛胸口 这个虾味来一个 它这个11点之后是好合适的哦 然后9块8 10串的话 一串合着就 几毛 四毛是不是 我看有个姐挑了两大盆 然后说那个是第二天要除去 也有 我感觉这样的话就很合适啊 都省那个材料费了都不用准备了 直接买现成的了 还是三折了 我再烤一批 刚刚那个大哥问我 你是哪个平台的 我说我是哔哩哔哩的 然后他说 啊那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平台人数少那个嘛 你知道哔哩哔哩啊 我烤的真不错啊 这烤箭有啊 时间得长一点 才能给它外边烤的特别脆 然后里面一咬 这种黄色的就是那种蛋白质味可香了 我感觉啊 打着胖羊毛吃的串 它更香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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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下来 嗯 那我先走 你走